老板 你别打电话了啊 我跟你说啊 你听我的 这这活大活的肯定拿下了 你知道不 就凭咱俩口子啊 干这活二十多年了 谁也竞争不过咱们 我跟你说啊 方才来两个超标的 两句话 让我弄走了 哎呀 你别磨叽了 你就听我好消息就完事了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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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这也太难找了啊 哎 还有五分钟 还敢趟 哎 老板 可能领导来了啊 你别听我好消息啊 你好 啊 那个 你好 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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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你是 哎 我是投标的 哎 您是 啊 你是投标的啊 哎 对 哈哈 那个 我是招标的 哎呀 领导 领导 你好 您贵姓 那个 贵就免了吧 我姓 我姓崔 崔总 你好 来 崔总 你好 崔总 崔总 好好好 那个 来 来 坐坐坐 您请 请坐吧 您请 请坐吧 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肯 对 叫肯定中 哎呀 你的名字挺有信心的 哈哈哈 那个 崔总 你看看 我们公司能不能接你这个项目呢 啊 你这样吧 我首先给你介绍介绍我们公司的规模 啊 这次我们公司是大手笔操作 960平米啊 啊 工厂非常大 啊 你到我们公司来投标 是不是 哎 你有能力 首先说我告诉你啊 资历 阅历 你有什么能耐 就这种 你有什么成绩 抢 抢您一句话啊 你快点说 就您说这几样 我们公司全都具备 我们公司最近呢 这个谈几个项目 在国际上呢 都是非常有影响的 哦 没看出来 你说说听 你看看 这几个啊 金字塔刷油 这个 白宫安地热 万里长城贴磁砖 这还没干呢 这都在计划当中 计划还没有别说过去 我还计划那个 西国隧道同学手工人 我听说一句话 是不是你干过什么成绩 干过的有 崔总 你 你快点吧 要不得回去 你别着忙崔总 你看看啊 你看看 这个效果图啊 这是万科 前年我干的 怎么样 这张是万豪 这门两阔去吧 您看看这张啊 这是万新 这楼子跟以前不一样呢 跟以前不一样呢 你们找我之后吗 这就是 你给你找个项目吧 还行 你还有什么成绩吗 没有就走了 陈勇啊 你可别着 有啊 前十年吧 前十年我在大连接一个项目 哎呀 那大楼一万多瓶 让我盖的老漂亮了 就归我那片得有三十瓶吧 三十瓶来接啥呢 WC嘛 你不知道的 就是WTO 有这个地方 你说的是世贸 我说的是厕所 啊 真的意思啊 那就是 就这个卫生间嘛 但是我这可不是普通厕所啊 我直接把宽带网线直接介入 而且在洗澡在冲浪的 可以说达到七星基地WC 这是十年前的事儿 十年后呢 大连那块儿要搞一个城市规划 要拆迁 那就拆呗 把大楼拆了 诶 我这厕所他就拆不了 推土机也推不了 后来他说事情爆破吧 别的楼都震塌了 就我这个厕所 连个味都没裂啊 我平民那不就完事了吗 你咋想的 爆破都爆破不了 往哪移啊 这当时的媒体就轰动了 哎呀各大报纸就上来 这建筑好太结实了 那后来呢 后来他说 就把这影找着 到底谁建的 这咋就挖地三尺 左找右找把我找着了 就问我 你这事你怎么解决 我说我管建 我不管扒呀 你扒不了你不能怨我呀 他说那这事咋干 我说实在不行 我就给你出个招吧 我给你提个建议 你这咋建个银行吧 那后来呢 建个银行 用我这厕所当保险柜 后来他就采纳了 那副老师 后来 你能不能换个词 后来这不就遇见你了吗 吹手你看看 就我这些成绩 你这个项目我能不能接 这咋疯了你的啊 我认识你 你一手我想起来了 幸会幸会呀 这回我终于看见活的了 我的生命和我厕所一样坚强 哎呀 我知道了 你就是推不倒炸不了那个建筑大王 建筑大王行 把那八字给我去掉了 哎呀 说话你呢 我扯了 扯了扯了 哎呀妈 崔总你看我这活能不能给我呀 啊 大兄弟啊 我告诉你吧 你别拿我当什么催众 我跟你一样 我也是在投标的 他俩一样 你看你这就扯不扯了 你就耽误时间嘛你 你这这人真是差硬 什么的你别走 大兄弟啊 大兄弟啊 啥事 你这么呀 我跟你商量事 别的活都给你 你就把卫生间的活你给我 你给我个饭吧 一碗饭吃 你可行不行 我告诉你 啥活都给你都行